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第一见笔 他雇著的武侠世界更是被称为是成人的童话世界 刀工剑影快颜恩仇风花雪月儿女情场 净收其中 狭者行走江湖有浓情大义至纯至真 亦有贪天之怨人之本性 如此嬉笑怒骂纵横世间 恰似亲庸自己 1954年香港两大武馆太极门与白鹤门发生冲突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 那就是涉类比武 掌门一对一 此时一惊发脚 立马在江湖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大街小巷一轮纷纷 两大门派对决还未开始 吃瓜群众们都瞧手一盼 搬好小板袋等着看热闹 秀远报也特赦版面 将对比武资讯进行实况报道 谁知 比武过程却让人大失所望 秀远报当时的主编罗福 见那些停工看热闹的人 意犹未尽 骂骂咧咧的三侃 便有了个奇妙想法 他说服陈文统进行武侠小说创作 让那些期望看热闹的人尽兴 不久 陈文统的龙虎斗金华 在新晚报进行连载 这次 他用的笔名是梁宇生 不出罗福所料 龙虎斗金华掀起一股武侠风潮 随着剧集连载 梁宇生之名在香港家喻户晓 新晚报的销售更是一路上扬 龙虎斗金华刊完了 报社要乘胜追击再来几步 梁宇生感慨精力不够 要求加个人来写 于是金庸被推到了台前 金庸接到任务后 铭丝苦想了好多天 还是一筹莫展 平时写惯了的评论文 突然要写武侠小说 不好下手呀 主编担心他交不了差 就派了一个老头去催稿 勒令金庸写一签字 金庸看着这个老头 突然一个激励 想到幼时在老家 听到的一个民间仪史 提笔写下来 书见恩仇度 连载期间 洛阳指规一带大侠的传奇 就此开幕 金庸本名叫做查良雍 差雍字而得 祖上为名门望族 但康熙年间就以 夜门石敬史 续至武汉林 征服科举界 到他那个年代 门第不在 书香延续 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 表姐蒋英是声乐教育家 也是前学僧之妓 琼瑶子是他的表外生女 金庸先后有过三任妻子 和夏梦的 露水情缘 却最常为人乐道 据传小龙女的原型是夏梦 王宇言也带着夏梦的影子 夸张点的一文 说金庸对夏梦得用上一见钟情 梦中情人此类次举 最理解的要述称 金庸当年是为追求夏梦 才去做了几年编剧 然而 那些耀眼的亲戚与他 无多交集 至于夏梦 金庸从未回应传言 真假几分早已不为人知 就连武侠作者 也只是他 不以为然的一个身份 金庸曾言 人这一辈子 要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既是闹 也不满足于职者一处尘埃 那时 他还是茶梦庸 茶梦庸秦雪 从小乘几八尖 却被退学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上高中 熏岛主任破诛 蛮横武断 同学们敢怒不敢言 他直接写了一篇弊报 张贴出来 带头发声 气得主任蹊跷生烟 第二次是考上 重庆中央政治大学 外交系之后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但凡听到校长的名字 就得起立站定 双脚蹬得冰龙 若哪位同学没有这么做 会被围攻贵法 茶梦庸自然是不满 他认为有争议可以辩论 用暴力的方式实在是过分 此言一出 当然又是被迫退学 想来令狐冲行事任性 曾经触犯门规 违逆失命被罚 倒有几分茶梦庸的印子 被开除之后 他只能去报社从翻译做起 一步一步慢慢变成了编辑 后来因缘际会 他考进大公报做新闻人 去长城电影制片厂当编剧 又为了自由 决定离开大公报 放弃电影业 决议创办明报 茶梦庸不无打句的说 跟人家打工很困难 所以要自己当老板 从此 茶梦庸便开始了 足手武侠 右手社论的双线人生 金庸在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 虽自己的确乐载其中 但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报纸的销量 只不过 武侠是副本 做新闻才是主线任务 他最看重社论 每天都要写上百千字刊出 评一评天下事 自己当老板 说话自然不必束手束脚 这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1967年 国内政治风潮蔓延至香港 引发了六七风暴 金庸无所畏惧 在明报上 发表了反对暴力的呼声 被左判批判 还被纳入了暗杀名单 受到过死亡威胁 回难关头 金庸不得不离港避难 临走前 他将正在明报上连载的天龙八部 托付给了好友 泥匡代币 并叮嘱好友 千万别把小说中的人物给写死了 月一个月后风暴平息 金庸回港 才知道泥匡 把阿子给写瞎了 金庸找他兴师问罪 倪康调皮的说 你说不能弄死人 但江湖打打杀杀的 难免会受点伤吗 倪康给他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金大侠虽然很无奈 但也能妙手回春 竟然又让他神奇的复明了 这些情节 不仅让故事更加曲折 还让阿子和阿周之间 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张力 被读者称作神来之笔 这只家传剧笔 笔根不坠 既然写下十五部 气象万千的武侠小说 构成了一个光怪陆里的武侠世界 后来金庸还用小说明的手字 做出一幅广为流传的对联 飞雪连天涉白鹿 孝书神侠 已必冤 这些经典 足以让金庸成为绝顶的大侠 不久 金大侠竟然做出了一件轰动江湖的事 1972年陆顶记载《明报》的连载 新疆结束 48岁的金庸写了一封信 给台湾的古龙为《明报》邀稿 那年古龙34岁 可老话说得好 同行是冤家 何况竞争激烈的武侠江湖 金大侠主动出让《明报》这块顶级阵地给他 实在是令人敬佩 此后金庸宣布封闭 不再创作 只对以往的武侠作品进行修订 而古龙的陆小枫系列 在《明报》连载 也获得空前成功 金庸古龙 李康等人的友情 更是为江湖所津津乐道 传为佳话 这一时期 《明报》名声大噪 成为不少港民一时上选 销量倍增 赚得盆满不满 不久 两位美女找到金庸 表示要谈一谈 谈什么呢 美女说不谈井 只谈钱 这两位美女 一个叫尹叔 你慌之妹 一个叫林彦妮 曾是李小龙之嫂 当时 都在给《明报》写专栏稿 又觉得金庸给的稿费过低 要求加钱 金庸听罢回忆书 给你加钱有什么用 反正你赚钱也不花 他又回林彦妮 给你加钱也没用 反正你都花掉 林彦妮很是生气 几笔一挥 写了篇文章骂金庸 金庸看了后大笑 说文章照灯 稿费照样不加 后来金庸有个好友 听说了这事 觉得金庸小气 见着林彦妮 不仅送钱 连人带活都给送了上去 这个人就是和金庸 蔡兰 泥匡 一道被称为 香港四大才子的 黄瞻 见到林彦妮之前 黄瞻已经是有福之父 家里还有两个幼子 妻子华娃 还有八个月身孕 但她不管不顾 对离婚少妇 林彦妮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终于成功 哄开了对方的城市 面对全世界的讨伐 黄瞻依旧是沾沾自得的说 和林彦妮在一次好刺激 每个细胞都在高潮之中 大概是受到了好友的刺激 金庸竟然也争先恐后的出轨了 明报大火成功 事业有成 金庸和老婆 朱美之间的矛盾 却不可调和了 两人经常争争吵吵 金庸不胜其烦 有时宁愿在咖啡店坐着 也不肯回家 谁知 金在这里遭到了一个 让她出轨的女人 一次结账 金庸十分慷慨地 留下了十元小费 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 不肯接受 愣是追了出去 把钱退还给了金庸 这样金庸很意外 四目相对下 电光火时间 金庸毫无意外地出轨来 这位名叫林乐仪的服务员 比金庸小了整整29岁 虽说爱情面前年龄不是问题 但妻子朱美肯定是个问题 1976年 52岁的金庸和旧爱朱美离了婚 又和新婚林乐仪结了婚 当然 她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是支付一笔钱财给朱美 二是让林乐仪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结扎了 三是19岁的儿子查传侠 因父母离异和感情失败 大受刺激自杀身亡 这次出轨 会让金庸亲身体会了白发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 此后的金庸 似乎有深刻反起 更加注重道德修养 逐渐活成了一位真正的德道高人 随着金庸小说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 她的粉丝也越来越多 1981年 57岁的金庸 在北京面见了超级读者断工 此后金庸父亲的军案得以平反 金庸小说在内地开进 粉丝数不胜数 晚年的金庸 不仅在香港和大陆的文化交流 和香港回归等工作中 发挥重要作用 甚至 还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 用爱国爱港的行为 对香港的繁荣稳定 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华人世界影响巨大 虽不是外交官 却胜死外交官 可谓是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纵观一代大侠金庸 他待人赤诚又温柔 身边也集结了一批 情深义重的老友 更是为一代又一代 想当大侠的普通人 指明了一条名路 不必惊天动地 也需武功卓越 只需要善良勇敢 不少书评人说金庸老先生 满是敬佩 殊不知 他始终都是一个 不肯背对这个世界的人 不去背对这个世界 便是你我 力所能及的 最小单位的侠 2018年10月30号 94岁的金庸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长子 大家惋惜不已 引发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金庸如此善笔墨 却从未出国自传 后来从一些采访中 发现蛛丝马迹 他说 我这辈子有太多秘密 不方便公开 所以 关于金庸 该知道的 他都已经留给了这个世界 不该知道的 他都已经全部带走 可那些留下的经典 却成了永恒 十分幸运 在这个时代 与金庸的相遇 感谢他给了我们 独一无二的 武侠世界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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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明镜与点点栏目